AB Arrow 東南亞職業 南投聯賽 白心的香港東方龍獅 主場對著菲律賓火焰 開球的初段由我們艾利諾 將球交給祖書寶欣 在初段說真的 我們的東方龍獅的球員 很快已經進入了狀態 其中一位就是艾利諾 引凶殺你 一防的 我就把球交出來 你不防嗎? 我就上籃了 沒錯 打了6比0攻勢之後 一度令火焰,他壓了一個暫停 暫停衝來之後 他們的三分勝手 21位的阿古拿 開債拿為球隊 東方龍獅今天 我可以這麼說 有內就有外 基本上令到菲律賓很難欺負 看看這個球 籃板方面搶不到 邵榮接回之後 第二時間交給中鋒 早輸報恩 男生再拿兩分 早輸報恩,這球真是飛身上籃 上籃也掉下來 已經不平衡了 差個球過來 林泰洛 這個球員可圈可點 說真的 有防守,有三分 有中距,有橙籃 樣樣皆能 對於菲律賓要下場 待會再對他 於菲律賓才重要 林泰洛 這個三分球還有一個超遠的三分球 33比18進入第二節 福律賓 今天反而幾個主力打得不好 反而這個三母仔導明高 全程攻入籃底 打得不錯 不過最慘就是李琦這三分球 隊友都知道李琦四都著火了 所以不斷交球給他 好,提到這個三母仔導明高 可以說真的是籃底的爆籃專家 雖然身高不太高 但他勝在靈活 這個球更漂亮 艾利諾以為他轉出去 誰知不是 是一個轉身戰步殺到籃底裡 這就是你騙人的 再來一個華麗轉身 這個球球真的 三個球員看著他上籃 第二節中段 因為菲律賓火焰方面 現在他們的籃底 也是靠著兩個高大球員 一個就是他 三、六、四號就是曉善 另一個就是七號的深層卡達 三分球, 出發近一點 因為其實東方龍師 改變了以往打比賽 難言, 第一節已經入局 林泰洛的三分球 和李琦一直射下去 這球球已經進入第三節 阿利諾偷了球, 不要緊 這球球, 可言用他 好像有點走步嫌疑 把他這樣上籃 其實在下半場 科東拿和阿斯 都有些三分球的進帳 曾經想啟動追分程序 不過很可惜, 最後還是失敗了 我們說到射三分球 一定要理期 因為他在上半場 是八射中六, 達到18分了 這個球看見阿利諾自己上籃 好, 方誠意 在中路就直接上籃 這球球, 看慢鏡, 很漂亮 大盤展翅 抹開兩隻手 慢慢放手臂上去 基本上第三節 其實火熱的球員 可以說是回魂 但每當他進入三分球 也好, 其實東方很快就會懷疑顏色 而且他最敗筆就是 他進入分支圓 他經常退回回防, 打到聯防 就讓這個東方龍師 製造一些遠距離的三分球 又怕發覺對手就像這球一樣 換回陳少爺 來吧, 在康拿位 貢獻一個三分球 這邊是林泰諾, 在另一邊射 對, 所以每當他們追上來 很洩氣的 又被對方的三分球射死了 對, 他整個第三節 都不停用聯防, 你看 第三節打了聯防 最糟糕在這裡 就是兩邊射十五度角 林泰諾, 阿里諾 一直跟他射三分 那表現 其實在三、四節 他叫做勤力 不是說表現很好 他經常在後面蓋起來 做回第一次合春 但最慘是阿里諾 又在第三節完之前 是壓哨球 打完第三節 已經領先到86比68 當時東方已經入了14個三分球 哇, 李琦 進去今場第七個三分球 我形容整個東方球員 三個字形容了 熱、辣辣 連張文廷 基本上很少上場打的 都會有三分球的交往 我想今季來說 東方同師的三分球命中率 我想是表現最好的一場球 一直在第四節打下去 都是有接近五成的命中 這個球有一點爭議 壓力落上籃 入盡 但這方面明顯看到 杜明高是一個很清脆的風波 但最終他被球證吹了 就是這些了 你追訓時 我們的球員非常集中精神 去打每一球 所以杜紫成球可以打勝 最終比數就是 香港東方同師以100比87 擊敗不可厭 做出九連勝 也都是今季第二場比賽 擊敗對手 擊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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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擊敗